欢迎收看这一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张亚廷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撤回驻大陆所有劳工 强硬回应联合国制裁 还公布带着妻子参观化妆品工厂照片 许多北韩观察家都发现 金正恩不仅在国际政治操作手段上 和父亲爷爷明显不同 连在处理女人们的问题上也完全不一样 一位长期关注北韩情世的南韩记者 揭露了一连串金氏王朝的后宫奔斗 有夫之妇被迫离婚进入后宫 却在失宠之后连儿子都遭到杀害 也有女人母女子卫被封为平壤的母亲 透过她的角度为您揭开 北韩后宫不为人知的宫斗血 甜美的嗓音气质出众 她是北韩的第一夫人李学主 同一回以这样的身份公开献唱 有人说她是在一个咸心北道的 一个平凡家庭 她的父亲是可能是空军出身 然后是高丽航空的飞行员 那她本身的话是徐音乐方面的 然后她有到中国去学过留学声乐这样 28岁李学主婚前相当火热 不但在管弦乐团担任主唱 还曾以拉拉队员的身份造访南韩 之前就代表北韩 有参加很多的这种亲善活动 外交方面她有去过南韩 也去过日本 那其实李学主她是一个见过世面 她非常重视她的衣着打扮 她特别喜欢迪奥的包包 那她拿着这些东西 就会变成是大家的讨论的话题 然后南韩也有很多人 甚至有李学主的风潮这样 自从2012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带着李学主出此亮相后 这位平壤的仙度瑞拉 举手头总都成为媒体追逐焦点 특히李설주는金正恩과 함께 나무를 심고 팔짱을 끼는 등 다정한 모습을 연출하기도 했습니다 北韩的领导人是不可以 就是不会在公众场合 跟女人会有这样子的接触 金正恩과 선생님을 우러러 격증이 환호성 但是如果金正恩的领导人 他一出来就这样做示范的话 那等于说北韩的人民 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等于是 让社会风气整个就变得比较解放 打破传统思维 大方放闪 金正恩从小在瑞士留学 所以对男女观念比较开放 不但在即位后公开老婆的身份 是连妹出行 受交场合 很多北韩人民觉得 他是一个不成熟比较不稳 因为他年纪很轻 二十多岁就当上了领导人 那他藉由他的夫人 有他做一个辅佐 塑造一个形象 就是他爱他的老婆 然后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领导人 那这个对于他在统治北韩 是会有加分 打仗爱老婆形象 也因此传出金正恩之前 才约翰的女友选宋岳 突然在所属的乐团搜身秘籍 这是从2006年金正恩被指定为继承人之后 玄奏乐就消失中期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甚至说 玄奏乐已经被杀了 然后还有他的人知道 这个金正恩和他有一段过程的人 也都是这个乐团的相关人员 也都被杀 当时国际媒体一度报导 他是因为拍摄淫秽物品而被捕 甚至遭到爱人金正恩枪决 不过就在隔年5月 被传已死的玄奏乐 又突然现身在公众场合 载歌载舞魅力四射 在团长选宋岳的带领下 某单红乐团完美变身 被封为北韩版的少女时代 被消失一年之后再现身 这回选宋岳造金正恩破底提拔 直接进入党内担任核心要职 也让外界好奇两人关系 所以他其实跟他的爸爸不一样 他爸爸就是很隐 就是会把他的女人的关系 是隐藏在幕后 但金正恩他是采取一种 就是一开始的我就公开 常年观众北韩情势发展的 南韩记者李永中发现 近视家族的传统 就是把女人藏在幕后 像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恩 这一生中至少有四个女人 其中一个还曾是 北韩第一美人陈慧玲 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 他在北韩是非常红的电影演员 所以他就常常就是以 说他要知道电影的名义 然后就跑到片场去 然后可能就是在现场 就特别照顾陈慧玲 然后去追他 陈慧玲不但比金正恩大五岁 而且还是个有福之福 更惊人的是 他还是金正恩高中好友的嫂子 但金正恩竟然从那时 就对他一见钟情 就是把他的嫂嫂就是 强行夺过来之后 他就是想要跟他同居 那他就是强迫他跟他 原本的老公离婚 也有点像是用就是 党国的力量 那他的老公 就是听说后来就是因为 突然就是自己的老婆 就被领导人就是夺走了 那他自己就后来就跳河自杀了 那一年陈慧玲已经31岁 正要把金正恩迷得神魂颠倒 陈慧玲的姐姐她有出了一本书 那她在书里面就有透露说 她们热恋的时候 就是她曾经在半夜 就是听到楼下有汽车的那个喇叭声 就是金正恩来接他 突然就说他要去五号宅院 那所谓的五号宅院就是 金日成金正恩他们给他们的 直系的家属住的地方 从那天起 陈慧玲仿佛人间蒸发 两天后他生下种子金正男 陈慧玲一直就是没有得到 他的公共的认可 就是金日成的认可 生产的过程 他还必须要从医院的后门进出 陈慧玲毕竟是结过婚的人 金日成可能不是非常认同 宴院的身份也有可能 对 所以才会一直不认他做媳妇 同居了五年 陈慧玲始终每一个名分 金正恩在父亲的安排下 前后又取了两个革命烈士的遗孤 洪一天看金音熟 他有一个正气叫洪一天 但是他跟他就处得很不好 或是就是好像可能 听说还有动手打过他 就是他们可能之间没有什么火花 在个性跟相处 像金正恩是跟他们是合不来的 所以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就去找了其他的女人 一次的姻缘忌讳会下 金正恩爱上了小他10岁的高云基 他是万寿台艺术团的钢控舞者 他原本跟他爸爸是在日本的北韩侨民 后来就是搭上了送回北韩的船 就从日本回到了北韩 高云基年仅19岁 出色的美貌深得金正恩的宠爱 更重要的是 他很快就得到公公金日成的认可 享有往事媳妇的待遇 但反观陈慧玲 得宠不到五年 随即被打入冷宫 陈慧玲也是有点得到忧郁症的样子 那他就被送到莫斯科那边去治疗 残遭金正恩抛弃的陈慧玲 就像被软禁般 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在语言不通的国家 每天只能透过电话解心头之痕 陈慧玲百般无奈 自从妹妹变成金正恩的女人 兄妹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65岁那年陈慧玲孤独的客死一乡 抑郁而终 就是那个时候他身边就一个家人也没有 然后他就过世了 那他过世之后 其实金正恩也没有送什么 比如说送棺木过去 他也没有 被默默葬在 就是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墓园里面 但谁都没想到 陈慧玲的悲惨遭遇 竟然连累到自己的孩子 金正恩不但生前流亡在外 最后也难逃被暗杀的命运 因为金正恩的另一个女人高音机 剩下了两个儿子 金正哲跟金正恩 因为金正哲虽然是第二个儿子 但是他的身体不好 而且他个性是比较温和的 他并没有很想要去争夺这个位置 所以等于说 在金正恩上位之前 其实很早大家就已经猜测 应该是第三个儿子 会是继承人这样 这些珍贵的画面 是金正恩即位后制作了一部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 歌颂伟大的母亲 高音机之前 整个北韩就只有 称金正日的妈妈叫母亲而已 从来就不会用在 其他的女人身上 可是后来高音机就是 又被称作尊敬的母亲 甚至是平养的母亲 全国上下就是还 就是把她像偶像一样 去崇拜她 即使30年来高音机的存在 成为公主仪式 但从影片中不难看出 她在丈夫金正日心里的分量 高音机后来都会跟金正日 一起去巡视各地 有时候走在金正日的旁边 她都还戴着墨镜 然后或者是就是 还大摇大摆地走 研究北韩的一些专家 看到这个画面就分析说 高音机应该就是 等同于就是第一夫人的位置 而且应该是很受金正日的宠爱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诠释 如同隐形夫人般 被藏在幕后秘密生活 但金正日前月初 藤本兼儿就曾爆料说 高音机私下出手相当苦戳 他有一次还就是默默地跟那个 日本人厨师说 就是谢谢你啊 一直都做很好的料理 给将军大人吃 那他就是偷偷塞给他一个 算红包的东西 那那个日本人就说 他一打开里面就是有5000美元 后来到了晚年 高音机敌不过病魔的摧残 他被诊断出罹患乳腺癌 他好像还看过高音机 除了癌症的病情以外 他好像还有一点神经上的一些病 然后就是可能手会抖 然后拿不稳筷子之类的 金正日就是决定要送他 到法国巴黎去治疗 2004年5月 高音机在巴黎病逝 但不同的是 当时的金正日想方设法 要把高音机的遗体运回平壤 可能派一个砖机 然后送那些就是棺木 或是一些人员过去帮他处理 从北京要进到平壤的那个时候 可能曾经有被其他人募集到 北韩就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棺木 要送回国 那他们那个时候就猜测说 很有可能可能 北韩的某个很高位的人物去世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动作的阵仗 但最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当时负责处理高音机身后是 带头领队的秘书叫做金玉 她竟然是金正日的最后一个女人 其实面貌非常的骄好 而且她自己本身主秀钢琴 然后后来她也是被挑进去 当欢乐组的成员 就像是后宫嘉丽山 他们有的人是负责就是歌唱啊 或负责 有的负责可能按摩啊 有的负责提供一些特殊服务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房子 叫做特格 就是有点像是特殊的别墅 专门给金日成跟金正日在里面开排队的 而且特格还不只是一个国内好几个地方都有 据传财貌出众的金玉比金正日小21岁 不但在欢乐组脱颖而出 而且还被拔捉为专属秘书 20几岁开始就在金正日身边心领不离 可能当金正日要去出访中国啊 还有俄罗斯的时候 金玉就会跟他一起去出访 可能那时候就是用一些 比如说一些客长的名义啊 越来越到后期他就是 几乎等同于是第一夫人的身份 就是非常理直气壮的 站在金正日的旁边 直到2011年金正日过世 金玉都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 但即便如此 他毕竟不是金正日的生母 最终只能黯然走下历史舞台 就即使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想要模仿 但是金正恩这种 就是像皇帝他们就是 想要得到绝对权力的时候 就怕那些会影响到他们权力的人 就是他们就会想要把他铲除掉这样 今日身为父亲的后宫女人 金正恩怎能让他留下 哥哥金正男虽然没有母亲失礼之称 但只要对王位有任何威胁 当然得铲除 金正日众多女人里 唯有高音机母女子贵 得以被尊为拼扰母亲 三代世袭的北韩金氏王朝 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 宫斗鞋类